今天给所有的创业者和经营者 特别是想赚一些自媒体钱的这些人 分享一个赚钱的小套路 我之前也给大家说过文库的玩法 和如何能够一网打进网上当中 所有所有有价值的视频音频和文字 今天我再细化一下 如何能够快速的利用自媒体人 特别是有价值的自媒体人来赚钱呢 其实赚钱就三个路径 第一个路径是在平台上 然后平台给你分横 分那个广告的分成 那第二个是什么 是你把它转化成你自己的粉丝 然后加粉 然后直运营的过程 还有一种你们忘记了 就是用这些已经有价值的自媒体人的作品 来变钱的过程当中 有人一直质疑我 说红客 你让我们来运你的短视频 是不是让你来成名 我根本就没有那么想过 如果你们要想这样认为 那真的是太小看我红客的格局了 所以今天我们来想一想 如何来利用我们包含红客 讲了个创业教育的 因为现在很多很多人都是什么 讲电商你就找到他 讲电商的你找到他 写电商的你找到他 写创业的讲创业的你找到他 把他们的视频 把他们的文章打包 都做一个标签 做好一个标签 然后做成电子版的 然后列成门路 然后一拉 你比如说我现在有1200个短视频 1200个短视频的话 你做成目录 你就可以在什么 在另一个范围内 就变成有价值的 可以付费的 因为在这个平台上 你不能够收费 因为我是免费的 我1200条原创的短视频 加上悟空问答 加上那个文章 都是免费的 那你在这个平台上 能挣到钱吗 你挣不到 你换一个平台 你换一个地方 说我在百度百家上 你也赚不到钱 因为有人来搬运我的东西了 那么在哪里呢 在微信上 在朋友圈里 因为很多很多的微信和朋友圈 现在没有交叉 交叉的很少 因为我们的东西发不到微信上 所以微信上那些人 就没有看到我们的视频 可以这样理解 所以你就会把什么 把我类似于我的这种 1200个短视频 或者说12000个短视频 打上包 那打包其实就浪费点时间 打上包之后 然后用一个程序 或用一个小程序 或者用一个什么样的 或者说你就用一个截图 你说我现在有1000个短视频 我先给你免费看10个 你喜欢好 我把1000个全给你 1000个短视频 我收费50块钱 你想想 每个才五毛钱 还是五分钱 不到 就是这样的一个 你已经看了20个了 20个有效果 你即便是说 他就是在今日头条 有的人你别忘了 两个人群的 他是微信的人群 他就不会注册今日头条的 如果都注册 那今日头条都可能是十几亿人口了 是不是这个道理 或者他注册了之后 他就不愿意看 他没有时间来找 所以你都会给他一个什么 但你的量大 你可以把我短视频卖了 你可以卖其他的 所以你就可以打包 把所有平台当中有价值的 全部打包 打包之后 你一个包50块钱 好了 你看这个价值可以 升级100块钱 现实吗 50 然后100 10个人是多少钱 是1000吗 100个人是1万 你想你搞定100个人 很简单 你每个人 你给他免费10个 你让他看了 在百度U盘上 百度云盘上 都可以共享 给他码 你自己看去 看完好了 喜欢吗 好了 我再给你个码 是什么 全部的1000个 你就给我打 这个也谈不到谁骗谁 你喜欢你就买 喜欢你就看 所以像这种套路 在几年前 很多人都是干发了 那些大的大师们 每年是几百万 但是这些转化的这些人 每年也跟着几十万 然后再转化的人 每年也是轻轻松松的 几万块钱 很平常的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以前用过的套路 有人说红盒你用过吗 我当然也用过 我也用过 对吧 当时我们做竞价排名的时候 就一个关键词 说加盟连锁 如何快速赚钱 就这一个关键词吗 把我的培训加盟连锁的内容 然后把其他人的内容 全部印成光盘 你就卖吗 一个光盘 598 对吧 你要听一个加盟连锁的课程 是不是 59,800 我现在的598 好多名人 大师的这些人全放在 有人说 这是不是肖像权 存在不了的 那么多 商标 这些问题都乱七八糟的呢 哪有啊 没有 没有 到现在为止 我没有经历过 是吧 所以呢 基此段分享给大家 想有兴趣呢 就干一干 没有兴趣呢 就当我给大家随机分享 反正这段短视频又免费的嘛 对不对 付费的你们又不愿意交 我是红卡 每天给大家分析和分享 有关于创业影响相关的事情 真的有分享的 没必要较真 说你这个东西不对 你牛你就不会听 你不牛的话呢 你也听不明白 牛与不牛之间的话呢 就是你的选择能力 也不要打击谁 每个人都是有一个存在的价值 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谢谢